哈囉大家好,我是肉胖 前一個晚上大家應該都有看蘋果的發表會吧 那就算沒有看,應該睡醒之後看到各大媒體的報導 或者是社群網站應該也都知道這次蘋果發表了哪些產品 那這次總共手機的部分有四款 就是iPhone 15、15 Plus、15 Pro還有15 Pro Max 那這四款手機的相關介紹呢 我在前一支影片裡面都有做一個蠻詳細的重點的整理 如果還不了解這次新機的規格的話 可以去那支影片複習一下 那這支影片呢,胖胖要來解決大家選購的問題 大家了解到新機的規格之後呢 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該不該換這次的iPhone 15 該買什麼型號,要買什麼規格 那這支影片裡面呢 胖胖就會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淺 來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決測一下到底該買哪一支新手機 首先胖胖先從這次新機的特點一項一項來看下來 那第一項呢我想最多人來關心 也最多人會想問的就是呢 我有必要為了這次的USB-C來更換iPhone 15嗎 這個問題呢我們要分型號來看 如果你是想要買iPhone 15或15 Plus的話呢 其實就還好 因為這一次它搭載的USB-C是USB2規格 速度跟充電呢都跟Lightning一樣 而且目前Lightning的配件還很好買 所以除非你真的很想要整合線材 例如說你有很多不同的裝置 可能有Android、iPhone、Mac之類的 你有很多的線你想要整合在一起 那你可以買 不過呢可能就要有心理準備 在充電、傳輸的這種實際的使用體驗上面呢 其實跟之前Lightning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好那如果是iPhone 15 Pro、Pro Max的部分呢 就可以考慮了 因為它的USB-C是USB3規格的 速度比起USB2和Lightning會快非常多 整體的使用體驗會比較有感 尤其是如果你經常用有線的方式來傳送大量 或者是說大容量檔案的話 例如說你拍影片的 或者是說拍照片的攝影師 那你的檔案可能會很多 或者是說單一個檔案很大 那這個時候呢 你去換到15 Pro的USB3 Type-C 就會非常的有感 好那第二個部分來講到螢幕 有必要為了螢幕升級iPhone 15嗎 好那在螢幕的部分 這一次iPhone 14、14 Plus 升級到iPhone 15、15 Plus的進化會比較大 主要多了動態導然後亮度也變高 14 Pro和14 Pro Max就基本上沒有什麼升級 所以如果你是14、14 Plus 升級到15全家族的四款 我覺得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以個人來說 我覺得必要性也沒有說到非常大啦 那如果是14 Pro和14 Pro Max 就真的沒有必要為了螢幕來升級了 基本上體驗是完全一樣的 好接著來講到性能的部分 有沒有必要為了性能表現來升級 這次的iPhone 15、15 Pro系列呢 首先如果是這次的iPhone 15的話 它的處理器是升級到了A16 那這個是14 Pro的處理器 如果你是iPhone 14以下的機種 就看個人的需求 如果目前手上的機器玩起來不夠順 那你可以升級 雖然聽起來我知道很像廢話 但是就是這樣 至於iPhone 15 Pro系列 這次升級到了A17 Pro這款新處理器 那除了性能更強之外呢 它也支援了光線追蹤 這個如果放在其他的品牌 我可能會覺得有點噱頭的成分啦 但因為它是蘋果 以它的市場號召力 我覺得未來應該會有不少大廠投入 那蘋果正以目前來玩光追遊戲的話呢 大概也只有A17 Pro的機種可以玩得順 那就算不考慮光追遊戲呢 也還有Metal FX Metal FX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 蘋果版的DLSS就好了 對於畫質和流暢度都會很有幫助 所以如果你想要體驗最新最好的遊戲效果 那升級15 Pro Pro Max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再來是從相機的角度來考慮 如果你是14、14 Plus 升級到15、15 Plus 我覺得是可以的 拍照的體驗應該會很有感的提升 畢竟這次的畫素從1200萬升級到4800萬 還加入了新的演算法 一般拍照跟望遠應該都會變得更好 14 Pro升級15 Pro就比較微妙一些 因為硬體方面幾乎看不到升級 大概也就是插在算法跟晶片運算的部分吧 差距或許還是會有 但是感受上可能就不會太明顯 至於15 Pro跟15 Pro Max之間的選擇 就看你的拍攝需求 兩款的相機主要是插在望遠鏡頭 一個是3倍、一個是5倍 假設你經常去旅行拍風景 那120mm的5倍焦段我覺得會比3倍好用一些 但如果你比較多是在室內或是距離不會拉到這麼開的 或者是你也沒有那麼喜歡拍特寫 那5倍可能就會有點太多 當然這個不是絕對啦 真的就是看個人的拍照構圖的喜好而定 手感我覺得也是這次不少人可能會想要升級的原因啦 主要是這次的15 Pro跟Pro Max換上了鈦合金的邊框嘛 如果你原本是拿14 Pro Pro Max 你換到15 Pro Pro Max 應該會滿有感的 除了機身稍微變窄 中央大幅的減輕 那邊框的轉折 修飾也變得更圓潤 表面也有經過處理 應該可以解決前一代14 Pro系列 又大又重又滑又刮手的那種非常惡劣的握感 尤其如果你是從14 Pro Max升級上來 應該會很有感覺 至於在其他方面 電力這次14到15看不出了明顯的提升 無論是續航或是充電都一樣 不過iPhone 15全系列之後 都會支援Qi2的無線充電 這個是可以期待的 充電速度會變得更快 但是目前來講應該是沒有差的 其他還有像是防護能力、前鏡頭自拍 基本上在這次也都沒有改變 15 Pro有一個不錯的地方 就是它把靜音開關改成了多功能按鍵 個人覺得還蠻喜歡的 但老實說算是一個比較小的功能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前面都是從分項來看 如果從整體來看 該不該升級這次的新機呢 首先如果你現在拿的是iPhone 14 我覺得無論你是要升級15、15 Plus 或者是預算夠想要直上兩款Pro 我覺得應該都會蠻有升級感的 那如果你不在意USB-C 或是S7 Pro新處理器的話 14升級14 Pro 搞不好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畢竟主相機也是4800萬 還多了一顆長焦 螢幕一樣有動態導 處理器也是S6跟15、15 Plus是一樣的 這個大家就可以從自己的預算跟需求來做權衡 14 Plus的部分也是類似的情況 你可以升級15 Plus 或是直上15 Pro Max 不在USB-C或是S7 Pro處理器的話 也可以考慮於14 Pro Max 那如果你現在是用14 Pro的話 老實說就有一點尷尬了 主要是看你對鈦金屬、USB-C、S7 Pro的需求 不然14 Pro和15 Pro的其他核心規格真的都差不多 例如說像是螢幕、相機、電力之類的 當然如果你覺得三倍望遠拍照不夠用 那升級15 Pro Max也是可以考慮的 最後14 Pro Max是否要升級15 Pro Max的重點呢 就在望遠鏡頭、處理器、鈦金屬和USB-C 你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切入思考自己的需求 那如果你是覺得15 Pro太小 但是又覺得5倍相機拍太遠 那老實說目前真的就比較尷尬一些 不過目前還不能確定15 Pro Max在3倍的實拍表現 搞不好它雖然沒有光學鏡頭 但是也還是拍得不錯啊 所以你可以等等看後續實拍測試出來的結果 好那如果看完以上的內容 你還是覺得太複雜了 不知道該買什麼 或者是你完全對自己的需求也沒有概念 那沒有關係 以下我再幫大家更簡化一些 直接給大家一個簡短的建議 首先iPhone 15系列跟15 Pro系列該怎麼選 這個選擇重點是在預算 因為它們的尺寸對應是相同的 15跟15 Pro是相同的 15 Plus跟15 Pro Max是相同的 所以就看你的預算到哪裡 錢夠多就買Pro 錢不夠多就買一般版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買14 Pro 也是不錯的選擇 那另外你也可以從顏色來做考量 這次的iPhone 15系列它的顏色是比較活潑的 那15 Pro系列就是比較冷 比較成熟一點 大家也可以從這個顏色方面來做選擇 再來15跟15 Plus該怎麼選 這很簡單 喜歡大的你就選15 Plus 喜歡小的你就選擇15 那15 Pro跟15 Pro Max該怎麼選呢 一樣挑你喜歡的尺寸 另外就是去看你喜歡的望遠鏡頭的倍率 想要比較小的比較好的手感 那你就去買15 Pro 想要大螢幕想要比較長的一個望遠的距離 那你去買15 Pro Max 另外順帶一提的是 在15 Pro這邊它的最小容量有到128GB 但是真的非常不推薦 建議要購買的話都是從256GB來起跳 如果你只買128的話呢 隨便拍拍照的錄錄影 甚至你去裝幾個遊戲 比較大的那種3A遊戲 一下就滿了 所以256GB起跳 那再來是如果你對這次的鈦金屬 處理器、長焦鏡頭、USB-C 通通都沒有興趣 那你可以升級14 Pro或14 Pro Max就好 或者是乾脆就把錢省下來不要升級了 好那以上就是我個人的簡單建議啦 當然每個人的升級手機目的不同 大家還是要以自己的需求為準 那如果其他上面沒有講到的部分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或是提問 他們跟其他網友 或許可以從各自的角度來提供給大家一些意見 好了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也快點幫幫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